还记得之前给大家说到的,马里乌伯尔钢铁厂地下堡垒里面,抓出来的大鱼吗?因为此前一直没能有俄罗斯官方佐证消息,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扑朔迷离。随着俄罗斯战事的推进,俄罗斯官方证实在这次被抓的大鱼当中,的确有欧美军方现役领导的身影。 这是俄罗斯官方首次证实,有美国现役军官在抓大鱼行动当中落网,但是还是没有披露具体大鱼的名字。这样广大吃瓜网友这瓜吃得前肠挂肚的。 而就在当地时间6月1号,这个备受吃瓜群众关注的问题,终于要揭开谜底了。据俄罗斯军官协会主席利波沃伊少将亲自证实,美国将军奥尔森以及英国忠孝贝利和四名北约教官, 一同在钢铁厂的捕鱼行动当中,被抓的消息基本属实。 我们之前给大家报道过,这个美国将军奥尔森被抓的消息。 当时还有一些网友说,我就是在造谣,美国将军怎么会在马里乌布尔的地下钢铁厂里面呢? 网络上有上传一次奥尔森被抓的图片,但是后来网络有平台称,这不是奥尔森的本人。 只不过是长得有些像罢了,还把奥尔森的被抓的消息变为网络谣言来处理。 而如今靴子落地,俄罗斯亲口正视了美国将军奥尔森被抓的消息,并且发出消息的媒体是凤凰卫视战地记者陆玉光,基本证实了这则消息的真实性。 这也让广大关心抓鱼的吃瓜老铁们悲感兴奋,看来是时机成熟了,俄罗斯把这锅大鱼给端了出来。 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美国大鱼奥尔森,他可是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前司令,海军上将实际上也是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总指挥。 奥尔森在美国海军服役超过38年,在2007年至2001年,担任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,负责所有特种作战任务,其足即遍布沙特阿拉伯、可威特、以色列、埃及、图尼斯和索马里等热点地区。 2001年,抓捕本拉登的战斗,就是由这老兄亲自指挥,击毙本拉登也让他名声大臣,被誉为美国英雄。 很多人不禁纳闷,奥尔森作为美国作战经验丰富的高级将领,并且还曾经掌管过美国特种作战部队,按道理讲不应该在钢铁厂被人家来一个瓮中捉鱼呀。 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西方国家太子大了,总以为在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之下。 俄罗斯在顿巴斯区域不可能取下如此之快的战果,而顿巴斯是乌克兰苦行经营长达八年的前线战场。 此前乌克兰一直对守住顿巴斯抱有信心,再加上马里乌伯尔钢铁厂又号称钢铁堡垒。 此前乌军曾放眼俄罗斯一百年也攻不进马里乌伯尔, 所以这些西方高级将领们都太大意了。 但是这一次他们失算了,因为他们面临的对手不是索马里、叙利亚、阿富汗等一些弱小国家,而是战斗民族俄罗斯。 直到在钢铁厂被包了饺子这些人成了瓮中之鳖,这下整个西方国家和乌克兰都慌神了。 我们看到此前乌克兰曾经派出多架战斗机,貌似营就被围困的西方大鱼,但是都被俄罗斯给击落了。 此后联合国和国际红士则会纷纷触动,想撑乱带走这几条西方大鱼,但都被俄罗斯言辞拒绝。 最终西方大鱼奥尔森为了保命,不得不屈手投降。 美国四星上将奥尔森的被抓,尽管不是美国现役将军,但还是让美国在这场乌克兰战争中颜面尽势。 同时也让俄罗斯抓到了美西方深度介入乌克兰战争,支持纳粹武装的证据,从而为这场乌克兰战争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。 在这场美国和俄罗斯的暗战当中,俄罗斯酣畅淋漓地赢下这一局。 所以钢铁厂的尸首,整个战争格局将会发生重大转变,对乌军实际造成极大打击。 而且战争打到这个阶段,民众和军队都已经处在一个心理疲惫的关口。 现在连西方都对泽连斯基演讲越来越厌烦,国内民众的意志动摇可想而至。 所以泽连斯基需要在马里乌布尔钢铁厂竖个典型。 整个典型竖起来后,如果他们因此士气大战坚守住,纳粹鼓舞了全军士气,也可以牵制俄军战争进程。 如果守不住死了,也可以用这帮反俄英雄的来充当下一轮舆论山东的关键型工具。 而且马里乌布尔这帮人,看上去也确实是最适合当典型的。 毕竟这里是战略要地,又是亚素英大本营,所以滞留钢铁厂地下堡垒的。 不管是亚素英本身的那包新纳粹,还是乌克兰国防军,都是反俄意志最坚定的一波。 再加上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目的之一,就是清除新纳粹,俄军各部海都喜欢打着红旗上前线。 舆论上也倒充斥着竹军皆可舍,为纳粹不舍的声音,所以在泽连斯基他们看来,钢铁厂下面这帮人也没有推路,只能跟俄军死个到底,所以这帮人是最适合做典型当英雄的。 活着可以跟俄国人干,此了还可以当打鸡血的道具,一条命吃两刀,怎么都是大转。 可没想到的是,俄罗斯那边的所谓亚苏银不说只是个口号,只要这帮人愿意投降。 俄罗斯还真就答应,而且为了他们投降,俄军还故意在合围后不下厮守,留足了时间跟他们谈判,而更没想到的是,这帮看上去最抽最硬的死纳粹分子,居然最后还就真降了。 这就把泽连斯基政府和乌克兰军方坑惨了。 马里乌波尔战略价值巨大,他的尸首本来就会对军心造成巨大冲击。 亚苏银的投降,更是天然会重挫军队抵抗的决心,党卫军都跪了,国防军还打个屁啊。 而最要命的是,由于吃定了亚苏银会死抗到底,所以责恋斯基他们这段时间,发动了所有舆论给他们封神。 本来他们如愿撬辫子的话,这就是痛施俄军残暴,乌克爱国英雄宁死不去的最佳素材。 可以激起民众和军人的新一轮反俄热情,可这帮家伙居然投降。 而且盖世台宝们投降的视频,还被不厚道的俄罗斯人放到了网上。 尤其是那些被乌克兰方面重点封神的英雄,他们的投降过程,也得到了俄罗斯视频爱好者的重点关照。 这一下之前的所有正面宣传,都成了负面效果。 当初吹得越狠,寄予的希望越大,现在反过来对乌军士气和反抗意志的打击就越大。 这也是钢铁厂守军投降时,泽连斯基政府争拙眼说瞎话,将投降强行较势为撤退的原因。 这个负面影响实在是太过严重,重到泽连斯基政府他们实在没法面对。 但不管泽连斯基他们是否愿意面对,事实就是事实。 随着钢铁厂之战,以乌方的投降而告终,俄军不仅搞定了这个价值巨大的战力要地, 对一腾出兵力却围剿坑舍乌东的其他乌军主力。 而这些乌克兰军队的士气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。 这就有了乌克兰最高武装部队司令的公开消息言论, 看到了人民公普党提案的契机败坏歇斯底里。 但这些有用吗? 没用的,马里乌布尔钢铁厂就是拐点。 它既是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拐点,更是乌克兰人心军心的拐点。 此战过后,乌克兰不仅在军事格局上彻底陷入被动, 连挫败俄罗斯的最后一仗,战斗意志也以土崩瓦解。 现在的乌军就如三大战役后的国民党军一样。 虽然看上去依然还有不少建制,也有不少地盘, 但实际上内部已经军心四散。 接下来的一触即溃,土崩瓦解,已经不可避免。 当然泽连斯基也明带这一点。 直到乌军大势一去后,泽连斯基不惜引狼入室, 竭力招来波兰军队入主西乌, 希望用北约的名头唬住俄罗斯, 给自己保留最后一块地盘。 这是卖国吗? 这妥妥就是卖国。 但这也是泽连斯基政府自保的最后办法。 既然所有依仗都已失去,失败不可避免, 那还想苟延残喘,也只能引扣自保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